詞曲 李宗盛 這次展覽的題目是用輕功筆劃來講出 現代男女的不同的愛情故事當中的甜酸苦辣 靈感來源是從身邊的人的愛情故事和自己的經驗來 就是想探討究竟怎麼可以有一個堅定不移的愛情關係 因為我是上場用動物來表現我作品的主題 動物有很多不同的物種 他們有不同的型態還有性格 我覺得可以很好的表現不同人的感情的狀況 可以更生動的更有趣的來講這個故事 因為我也很喜歡吃東西 我就覺得男女之間相處的時間很多就是 在一起吃飯的情況裡面 因為在吃飯的時候大家會聊天啊會彈琴啊 然後吃東西的時候有不同的那個 stage 像你會預備食材你要烹調或者你要先吃主餐 然後吃主菜然後吃甜品 然後也會吃水果什麼 然後那些不同的狀態也很像戀愛裡面不同的階段 所以我覺得用食物跟動物一起來做真的是很有趣 也會很大家會深同感受對點 也會有更多的功能 我覺得其實大家對公平畫有一種誤解 就是覺得它是很傳統 就是有一些既定的概念在裡面的公平畫就是畫類似的題材 那我覺得其實如果你看中國規劃歷史 可能在唐朝啊的時候他們的公平畫其實很有 宋朝的時候也很有創意 就是可能會畫一些他們一個聖宴 可能一個聖宴裡面的一個情景 那個不同的人在唱歌啊然後喝酒 那這也是很貼心很貼時代的東西 其實公平畫就是只是一種材料吧 一種方法其實做畫的人也應該是用他們的他們的技巧 他們的畫作來表現最當代最配合他們情景的題材 所以我用這個傳統的方法來做這個現代人的故事 我覺得是很治癢的事情其實 謝謝大家 會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fans